连线采访准备就是绕迷通连线上海EDGM 米风花你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EDGM米风花 其实好奇啊 因为从卡维赛打完以来 战胜的对手升到A组之后 就团队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可以分享一下吗 大家对比赛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更敏感了吧 然后相对的就是没有那么在意 像之前一样就是说 大家很怕输了 就是现在大家反正在很多节点上敢打了 然后今天说主要是细节没做好 是其实我今天感受的还是蛮强烈的 因为你们的进攻性感觉就是执行的可以更到位 当然细节这个问题一定要慢慢解决 那么在第二局的时候 你们这种搭配选择到了一个黄中啊 那其实我们真的也是蛮好奇 蛮纠结的一点 因为黄中可能很难第一时间跟上 就是大部队开团的一个节奏嘛 就当时你是怎么考虑到这个BP的 其实阵容整体是黄中加东黄 其实是一个可以把战场固定的一个阵容嘛 然后蓝和火舞是一个后手进场的一个阵容 然后其实在第二把的阵容选择上 我们其实打前排的速度是不比对面慢的 然后火舞和蓝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钉 后面双前排的一个阵容嘛 就是这样 然后我个人觉得黄中配东黄 我们其实是可以不用那么打的 这个后续我们要翻就是说去复盘嘛 是明白 那同样今天也是做了一个人员轮换嘛 就在你看来 你现在就是只是就做就等于是美人上场之后 不同的人应对不同的一个阵容体系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换不同的人主要是换不同的打法和风格吧 然后和一些节奏上 比如R5C他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射手 那不管你对方是怎样针对他 其实在他的视野里他都是自己打自己的 那相反的另外一个射手就有他自己的风格 然后英雄上我觉得没什么吧 是 好 蜜蜂花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失败 对你们来说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复盘的东西 感谢蜜蜂花的分享 拜拜 嗯 再见 呃 他那套逻辑就是 东黄定入战场 然后配合黄中 然后把战场固定住 对 那不开团怎么往前打推进 逻辑也是这个逻辑 这就是这个问题 就我那 我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这他们为什么 那么大优势 看起来那么大优势 实际上不太好做推进的原因 因为你必须 有人要去把这个战场固定住 如果真的他想固定战场 就是我说的 拖到20分钟 等到那个节点 等别人过来 就是等别人过来充点 别人不充别 你就终结不了游戏 或者是顺风的 顺风的局 顺风的局 你直接围着黄中 别往野去打 就直接打 打线推塔 你推塔 你把线带过去 去压别人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的战场 就会固定在人家塔下 人家要守塔 你渡黄就能开 除非他直接把塔放了 然后在那种时候 才能达成像蓝和火舞 你后手进场 然后就盯着对面的后排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考虑和这个逻辑 应该是他们的训练赛里面 试过蛮多次了 我觉得那套作用就是 别人只要不充点 就达不成他那个画面 对 而且没人会充黄中的点 就黄中这种阵地战这种 大家基本上就是 你站住左边了 那我就站右边 基本上就做了打 你会拉扯你一下 不过大家其实应该想象一个画面 因为训练赛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会打得比较激烈 我觉得有可能 这样的画面很有可能会在 训练赛当中 就是多次和频繁的出现 一旦这种出现 就是让你觉得 东黄和黄中这套阵容 他们一定会来冲我脸的时候 我觉得WE今天就做得非常的好 就这个东西 他也一瞬间感觉到 他就往后拉 他第一时间就往后拉 把你第一波爆发 就是拉到黄中外范围 你再打吧 你再打黄中就跟不上输出了 是 WE两位觉得 就跟前两轮比 有什么变化 就是让我看到了 我可能在上个赛季 或者是上上个赛季 那个WE的那个影子吧 就是虽然上上个赛季 WE的整体成绩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但是他们的底子 包括上个赛季 都是一个敢打敢拼的一支战队 而且节奏会非常快 敢于操作 但是从这个赛季开始的 第一二轮 很温吞 除了打EDG 打E-Star 那两场感觉打出了血性之位 剩下的就是温吞 刷 然后剩下的人不知道该干什么 基本上就是给人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一场 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风格往后保持住 这个是很关键的 一个队伍有自己的风格很关键 我跟猪坑的观点是一样的 我也是觉得 WE的话 你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赛季重新找回自己的话 我有可能他就走不到季后赛了 因为现在这个赛季的所有队伍的整体实力 都是要比上个赛季更强一点的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 先不说能不能进步吧 因为现在他现在可能连保持上个赛季的水平都有点难 他现在他的整个赛季过来的状态就一直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 就不够的稳定 看来也是比较揪心 就起码我觉得WE就是光拼手法 他拿个光拼手法拿个A1A2我都觉得都不成问题 是的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他们迅速的能找回自己之前那种 持续打架的一个状态 OK 连线采访准备就绪 绕密同连线 西安WE 小新你好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西安WE的小新 首先恭喜你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这也是你们在本赛季以来 每轮的第一战争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胜利 怎么样此时此刻心情如何 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吧 你感觉是 第三轮开了个好头吧 对 你感觉是因为什么 就是在第三轮你们终于在第一局拿到了这样一个开门红呢 你们跟之前相比做了哪些变化 最近训练赛吧 最近训练赛队员的状态比较好吧 包括今天打的也都比较激情吧 是 因为我们队伍整体的话还是比较自状态的 然后前段时间可能 2比3输的有点多了 有点就是 信心受损吧 对 我感觉现在就特别是今天的最后一局吧 我感觉其实你们的整体节奏啊 包括打架的那些手法真的让我们感觉到之前的CNW有那么一丝丝感觉回来了 小新你是怎么判断这个问题的 嗯 就我觉得就 平时队员训练赛吧 然后 怎么让他们那个享受打训练赛还有打比赛 很重要 对 一定要乐在其中 对 一定要乐在其中 嗯 真的也想知道一点 就其实对于小新来讲 我觉得你第三轮的目标应该不仅仅是就是 呃 解决问题或者说是提升一些队友 呃 队员的一些自信嘛 那对于小新 教练组呃 CNW第三轮的那个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要解决怎样那个情况 或者说要在第三轮把CNW变成一个怎样的队伍呢 嗯 走一步看一步吧 希望就是 边打 然后能够边位季后赛做准备吧 先进季后赛 对 好 感谢小新的分享 你们一定可以的 拜拜 嗯 拜拜 其实回想起来 当年的CNW好像也是那样的一个人 就是 就一场 上一场比赛的信心 然后越打越猛 嗯 越打越猛 然后再到之后的那个时候的情绪牵制 然后 就是做着这样的一个进化 确实好像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 小新有一点说的是对吧 他们第三轮要再为季后赛做准备了 因为 前两轮打得很动荡 让他们没有办法磨合新东西 但是第三轮 他在 赢比赛同时要拿新东西 因为 上赛季 WE倒在季后赛 我认为最大根本就是他们体系太少 他们每每都是 在前三马拿出来全部的体系之后 后面没有体系了 然后被迫打巅峰对决 他们就是这个套路 所以说能不能在六场之内杀死 现在变成了WE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了 我觉得其实 晋级场比赛 先W展现出来的体系慢慢拓展了 就包括像暗之前被人诟病的马超 这个赛季 所有队伍的体系应该都会 比上个赛季多一点 丰富 因为你明世尹 桑起的一个登场 还有一个 公本武藏 对 然后再加上KSG也拿出来了 孟奇用来打公本 对吧 那也就相对的 我又 因为公本 我反而又多了一套 是不是 是 所以我觉得 对于西安达逼来说 确实应该 畅想一下未来 在目前稳步 进步的同时 如何把BO7的BP给稳住 OK 本场比赛是暂时告一段落 让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